大家好,我是汉译时尚学部的徐老师 然后咱们今天还是讲基础面试的技巧 但是今天咱们主要针对的是 所有咱们艺术与设计的学部 就是包括平面啊 包括建筑啊这些的 然后当然了咱们这个还是一样 就是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 就是大家对于基础的问题的一些辅导 如果大家需要就是更深入的 跟对自己的专业啊 然后后续的话 我待会后面也会讲 可以约那个 你们每个专业的 每个专业的老师 应该都会有一个面试辅导老师 到时候可以约那么一节课 然后更加细致的了解 关于你的专业的这个面试辅导的 具体的一些的问题 可能或者说 会有具体的一些 像一些小的 可能更专业的问题怎么回答吧 好吗 然后但是咱基础的这些问题 大家一定要是要准备好的 所以这也是咱们今天上课的目的 然后所以今天咱们上课的目的 就是要知道什么是面试 然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面试 以及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面试 所以我们会从以下的这四种方式 跟大家来讲解 第一个就是面试 它到底有几种方式 以及它的面试中有什么问题的类型 还有面试当中的一些 就是基础问题 或者说就是铜板的这种问题 会出现的一些的答题技巧 还有咱们在面试当中 最常见的一些的问题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归纳 然后希望 在自己的面试当中 就是尽量不碰到这些 就是尽量能够避免 或者说能够展示自己的优势 这是最好的 好吗 然后首先咱们这个为什么需要这个面试 其实就是很 就是为了让那个考官他更加了解你 以及让他们确定 你是不是适合他们的学校 因为这个就跟 不论是学校面试啊 还是以后你上 比如说工作的那种的面试 都是为了让这个 就是对方来考察你这个人的 你的工作的综合能力 还有你的就是综合素质 然后去了解你的 尤其是研究生的同学 可能本科的同学还好一点 因为申请本科的同学 他学校可能就是知道你的兴趣取向 可能就够了 但是尤其是研究生的同学 因为我跟好多同学也讲过 就是研究生这个东西吧 他在国外而言的话 外国的学生 尤其是社级类的学生 其实学到本科 基本上就是够用了 都就是够他们去找工作啊 去适应的就是社会环境啊 然后他们对他们而言 研究生不是一个必选之路 所以就是说 他们的真正的外国学生 想要去上研究生的话 都是说他们有一个 很想走的设计发展 就是所以就是你们申请学校 大部分学校都会让你们写一个 design proposal 就是写一个你们的这种学习计划呀 这种的 所以说他就是要 这个老师在这个应聘的过程中 他也要了解你的这些的 你的知识 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经验 这些的东西 以及你想要怎么说 嗯 你想要学习的方向 然后让那个学校 学校才能知道 怎么样才能更加的帮助你 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学生 就是说在他design proposal里 就说他想学一些new technique 然后那个老师就不明白 他想学什么样的new technique 然后因为 因为他们的学校是一个比较 就old school的 就是啊 就是比较传统的学校 就他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新技术 可能太新的技术 他对学校提供不了 所以就是你们 这个就是一个 你们在沟通过程中 要要会会 呃 就是让考官对你进行了解的一个过程嘛 对吧 然后呃 在这个的之前 就是在我们呃 达到面 拿到面试的这个 就是面试offer的之前 我们要先叫一般的 所有的设计类的呃 专专业 我们都需要递交一个 就是啊 portfolio 所以你们现在的话 呃 大部分 因为黄义的第一批已经过了 然后我相信 咱们大部分的学生 都是非常的优秀的 对吧 然后 所以就是你们应该 基本上三个项目啊 差不多 就是有的那种都递了的那种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黄义是递了的话 后面可能还有几所 比如说伦义啊 或者是说呃 其他的类型的这种设计类院校 然后呃 美国会比较早哎 美国在一月份的时候 所以是说 一月初美国的就是截止了 你们要去跟你们报效的 就是你们已经一般 现在按照呃 就是正确的来说 你们现在应该都已经跟文案老师 确定学校了 就是没有确定学校的同学呢 就尽量的在最近 或者最近这一段时间吧 因为已经12月了 咱们今天已经12月1号了 然后确定好你的学校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跟文案老师 确定好你的每一所学校的 这个portfolio 就是作品集的这个具体的页面要求 因为呃 其他学部的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时尚学部的就是所有的同学 已经我们已经排版课 已经开到了第四期了 所以说嗯 大家就是都应该已经在排版了 然后就是先一般来说 都是会排一个统一的版 然后再会根据每个学校的不同要求去改版 然后需要把这个准备好 就是这样的话 你才能递交学校 才能拿到offer嘛 然后递交了完了以后 呃 面试一般分成就是这种两种的方式 一般就是scape 然后再来就是电话 然后呃 这两种方式都还蛮普遍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听这两种方式 我都就是都旁听过 他们就学校的学生那种的面试 呃 各有各的好处 就比如说scape的话 他能够老师能够看到你 然后如果你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非常的呃 如果相对的就是弱一点 但是你就是从可以通过肢体跟他表达嘛 然后scape的话就说 尤其是还会你可以给拿给他看 展示给他看你做的东西啊 然后不论是做的模型啊 然后就是会有那种更强的那种沟通感 然后当然呃 就是scape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有同学过于紧张了 然后就显得很很很就是没有准备 然后就很卡壳 所以有就是分人有的学生就觉得哎scape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很优势的 就是我可以跟他就是进行这种呢 我们叫eye contact 就是那种视觉的这种对视 这样的这样的形式 然后但是有的学生就可能喜欢打电话 因为打电话的话 他看不见你 你也看不见他 然后你可能前面那些稿就就直接摊在桌子上了 你就打电话 然后听他那些关键词 你就可以跟他聊 就这种的啊 但是当然这时候一定要细心的啊 就是说打电话的时候也不能就说哎 一听到他说一个什么 然后你就就开始巴巴巴的念稿 也不管他那边在干嘛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各有各的好处 嗯 往年的话黄义是scape 但是今年因为他改规则了 就是面试的几乎几率可能比较小 因为就是不是都做那个journal吗 然后我们通过journal的话 就都能够 就是他通过你的journal了解 就是基本上他就是通过那个做了一次的这种的面试的这种的 然后啊 所以说我们刚刚我刚刚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 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呃模拟面试的这个流程 呃这个模拟面试是呃流程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收到了面试offer 以后你们要跟你们各自的就是教育老师说 然后去预约一个模拟面试的课程 或者说就是预约一个模拟面试的课程 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的 就是一个呃呃呃 培培训的这种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去你去确定你的面试的时间啊 这些的 以及院校啊 这种的就是确定好了以后 这个一定要怎么说 或者说你们现在可能暂时 就是递交礼后吧 可能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今天准备一下 就今天因为会讲统一的嘛 如果你们有的学生已经做完了的 就是就只剩下这个面试的东西了 那你就可以现在根据这些 好好的准备一下这些的模拟面试的东西 然后等你们收到面试通知 然后已经确认好你们的面试时间 然后以及院校的以后 然后就去再去最后的时候 再跟教育老师去约一个模拟面试 然后在这个模拟面试的话 他大概就是说 就是像有点像是真的在做 在做一个面试一样了 然后整个的这个沟通 我昨天刚做完一个模拟面试 就是整个沟通的话 就不会使用用中文 然后老师这边会记录 学生你们回答的这些的问题 然后在就是大概前三十分钟 因为真的一个面试 学校面试在外 其实也就是除了个别学院校以外 因为有美国的一些院校 比如说罗德岛的某一些专业的面试 比如说罗德岛的面料 它就会比较变态 他要面试四十分钟 除了个别的这种的院校以外 正常的来说面试的话 就是十到二十分钟 普通的话可能就是十五分钟 是一个最平均的一个值 所以就是说 在我在翻译模拟面试的时候 老师当然就是我一直问你 想要去刁难你 就是怎么样去 让你达不上来 以这个为目的了 因为这个就是 万一真的你碰到那种老师呢 这是前三十分钟的这种的模拟面试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会针对你的这 你刚刚回答的一些问题 告诉你一些 就再给你进行一些调整 然后帮助你去适应一下 所以说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学生们 大家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 咱们怎么样 就是准备好你的interview 然后你要知道就是面试当中 它会有几种的问题方向 因为它就是一定会cover的 每个老师 其实不知道每个老师 就是每所院校吧 大概来说 不论是平面的也好啊 可能还是建筑的也好啊 或者是时尚的也好啊 他们都会有就是固定的一些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 就今天所讲的重点 就是这个统一的版 因为是不论你学什么 别人在面试的时候 都会想要知道你的问题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个人方向 也就是我们的personal的一些的东西 他想要了解你的 一般来说 我们必须要准备的问题 就是一个个人介绍 这个人介绍可能就是包括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 后面会有一些英文的 这些的问题问世了 然后这个的目的 就是为了你让面试官和你 也就是熟悉拉近熟悉彼此 对吧 你要在这边部分进行自我介绍 然后内容就是会很多 呃 后面的话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会老师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肯定是上来 就是跟你 哎 你们一般啊 就要跟老师打招呼 就是老师跟你说 或者你主动说 如果是早上就 但是不要接那种什么 就不要接这种的 就是他一般 反正如果是你们申请英国元校的话 老师都还是会问的 就是问一下 就是他问一下 how are you 然后你就是说 可以自然一点啊 就是I'm a little bit nervous 然后really happy to have interview with you 就是这种的 嗯 怎么讲呢 就是别冷场 别一上来就就就就 他问你 hello 什么 good afternoon 然后就是how are you today 或者你可以主动问老师 how are you today 就是这种的 然后他可能会 你可千万别一个 good 就没了 就就就就不接话了 所以对吧 然后他一般老师就是 呃 也分院校 有的时候老师就是说 他会让你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或者tell me more about you 就是那种情况 就是因为你可能只说了一个名字 比如说my name is blah blah 然后你可能就停了 他可能想知道更多的你的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 呃 有些院校 因为我听过就是比如说像圣马丁的珠宝的时候就听过他们他们好像手上有你的信息 这个就是你随机应变的一个 所以你的这个自我介绍啊要简单清楚啊不需要你过多的个人信息这个过多就是说你可以说你的兴趣爱好你可以说你的性格但是没有必要跟人家说的特别的细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人家问你为什么想要学设计啊 然后你不要从小的时候是说什么why was the kids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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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的就可能就说我对他虽然有激情或者说这怎么样就可以了就是不用不用就是这个度你要掌握好 现在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度就是这个你要展示你自己比如说我是一个性格很开呃外向的人或者是我很喜欢社社交或者是什么的这种呢 就够了就没必要就是啊我拽着他聊在前面就没有必要放那么多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嗯他们老师更感兴趣的是你的呃就是你的学校在你前就尤其是对研究生的同学 你申请研究生他一般更感兴趣的是你在你现在本课都给你学到了什么 一般会问我听到过呃呃轮实的老师就是问那个就是问你们就是呃就是问你们有怎么学过呀 就是什么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course或者you about your school 或者关于你之前的工作呀这些学的呃一你们可能会要详细的 比如说如果是呃本科学了什么可能比如说关于3D建模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嗯关于一些工艺的东西啊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啊这是你们学到的 然后这里边是你们要转换一个其实他这个东西都是能够套在一起的比如说像后面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为什么选择读MA 然后你本科毕业之后做过什么因为他他外国的人他们就默认为你本科毕业之后可能会进行一些工作的这种的安排 当然我知道很多同学是大三就申请了然后可能他会想要问你为什么不工作啊就是这种的问题 对吧然后这种的问题就是其实可以跟你们上面这一页就是你在本科学就是你学过一些的东西啊 就是进行一个结合 因为怎么说嗯你要你他们两个其实是就是这种连续关系就比如说你听听老师说 这因为我在呃本科里学了学了什么然后导致我对他更更加的感兴趣 然后所以我研究生也想在这个方向进进一步的就是深入的探讨 我这就是这个东西就就就话就连下来了 然后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问你为什么呃选择就是读硕士专业啊 你这种呢你可以就是呃就是举例说可能这边的国内的资源啊并没有接触那么多啊 或者是说那个地方怎么样啊就是呃他能够给你更多的想法呀 对吧所以说呃这个的话你就要你你可以准备一段话 然后当然你要你要明白他老师的会有就是这个老老师可能会用不同的问题的形式 就跟我们中国说话一样他可能有不同问题的形式 但是他其实答案都是一样的 对吧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你说为什么选择硕士专业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说是为了学历跟千万不要说是为了学历 当然我懂咱们可能确实是为了学历为了以后好好找工作 但是千万不要说呃为了学历也不要说什么为了好赚钱 那虽然事实是这样的 但是咱们嗯你懂的大家懂的不能说的太呃就是太直白 那种呢可能就是就是到底大家都懂 但是还是要说的是你想要做的一些的内容 然后尤其是有一个是跨专业的这个学生要注意的 就是他肯定会问问到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跨专业 以及你呃还有就是这个的话是属于你不要去呃贬低你就是以前的专业 可能你你但是你真的可能也许你真的不喜欢以前的专业 但是你要把你以前的专业变成的一个优势 跟老师去讲 就是嗯呃你你要去讨论这两个专业的就是连接的点 不需要你去抨击你这个过去的这个专业有多不好什么的 但是像比如因为转专业的同学的话 一般老师我不太确定 但是应该是一般老师都会让你们做一个项目是跟你们过去那个专业相关的 然后运用到你新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领域里面来 就比如说之前我知道一个珠宝的同学他好像是学就是有点化学的那种的 然后他就是很不喜欢因为化学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死的刻度彪尺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转去学珠宝了 然后他就有一个有一个项目就是讲的就是为了这些为这些化学的人 学化就是做化学实验的人设计的这些的珠宝设计啊什么的 这种的就是一个他可以跟老师讲的一个点 或者他可以你可以讲我的性格上面或者是我更喜欢的这些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次面试的学生 呃就是比如说第一年可能没有拿到offer 但第二年还想就是坚持身 然后如果有面试 理论上来说第二次面试的话 呃除非就是老师在上一次面试老师对你印象很深刻 呃普遍来说不会问到上次面试后到现在做了些什么 但是你你第二次面试的同学还是要准备 啊以及如果你的这个专业啊学院跟第一次面试不同 他可能会问到一些为什么这些的原因 然后你要给一些合理的解释 以及你可能去工作了你要讲 尤其是那种嗯好残跑的同学可能就是啊大许有 因为现在有大三申请的就是大三就开始准备申请的 有的同学是那种啊他一他要到毕业了以后 就是六月份毕业以后就只相当于中间空了一年吧 那你这一年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就会就会问你这一年都可能干了什么呀 你最近都在做什么呀 你一定要说就是比如说你参加了死丢丢啊 就是这种的工作室啊或者你去实习了或者你在自己在做研究啊 这些是你要要讲的内容啊 你千万不能说啊我曾经在家里吃着喝 然后到了差不多就就就就要准备作品集了 就出来准备作品集了这种的就是要想好哈 然后第二个他肯定会问的就是你们的专业技能方向的问题 就是关于你专业相关的 然后嗯比如就比如说跟你的项目有关的这种的问题 然后你最有意思你最喜欢的一个项目 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一般来说就是你的项目中遇到什么问题 你这找到这个问题你做了哪些的调研 你怎么就是来挑选这些信息来辅助这些设计的对吧 然后这个是你看这我这写了你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这个是辨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也这个地方也是你需要准备最充分的 你四个项目的话就算老师只给你聊一个项目 你也要准备好四个项目的所有的问题 并且要因为就是熟记于心 然后你要了解这些关键的词对吧 一定要记住这些keywords你要怎么怎么样去呃表达 然后所以你这里哈你看他这边有问 比如说take me through your work 或者through your portfolio 或者说问你tell me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project and why 对吧select the favorite work of your best 就是这种他一般都会说呃就这个都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这个的话 因为我碰到过那种同学在比如说做模拟面试的时候 就我就问他你最喜欢哪一个作品是什么呀 或者说就他就是哗哗哗一股脑说一大堆 就是把好像像谢货一样 因为你们准备的时候可能会准备一个很大的paragraph 比如说可能有五百字的那种paragraph 然后就说很多 这个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注意的是 就是我们要因为口语就口语的情况下 不会像比就像书面那种情况下啪啪啪说一大堆的 一般都是你要尽可能的简洁的总结你的这一句 你的作品这个内容进行你的概括 然后我我我这写了要突出你自己做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听过那种同学就是在讲前期 就是我的灵感来源来源于什么 是因为我去看了什么 然后我又做了什么样的调研 然后我做了什么样的拼帖 然后这就这些就太浪费时间 它没有必要 你就简简单单的就是说 我的这个东西灵感来源来自于哪 然后我我根据这些做了一些调研 然后我就是就是很简单的 然后就是然后紧简直你要讲我做了什么实验 就是你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自己的实验过程 这个非常重要 就比如说服装的可能就是做什么利财呀 或者是平面的话 那边更多的是它的设计点 就是那你可能这些想法的东西 然后建筑可能模型的这些的 就是呃你要强调那个过程 不要不要把那些的就是不要反正拼接的东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其他专业的同学有没有去做 就是那种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嗯 然后强调的是你自己的实验过程 哦当然咱们还有纯意的可能有会画画的同学 啊画画的同学那你可能前面的就是你的想法怎么来的 可以可以可以跟老师进行这种的沟通 然后比如说你的他会有些细节的就是接下来如果你因为你这个对话是一个两个人的这种的对话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呃细节的老师会有一些细节的就是想知道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材料从哪里来的呀 或者说你有你在这个你在这份作品的时候你还画了其他的画吗 对吧 然后嗯你使用了哪些的这种呢呃 media就是这种呃创作方法呀 就是你或者你用了什么材料啊 比如说如果纯意同学做了一个装置他可能会好期这些东西是 当然你的portfolio其实应该会写了 但是他可能还是会有想知道的 你用到了比如说哪些的技法就技术啊这种的 对吧他都是有一个呃元素的运用和成品材料都要有选择这些的原因 就是他贴你的这个呃是贴你的这个项目的内容 就是你在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最开始老师要说的时候不用跟他讲到 就是不用一开始就点面点每个点每个点都讲到 嗯但你要把你对你觉得哈 就是嗯最看就最开始做应该这样讲最开始做这个呃你的这个项目的这个 介绍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一下呃相对概括并且着重的重点是你强调你在你觉得你自己认为 你这个项目里面你做的最多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动手的或者说你制作过程展示的最丰富的这个内容 然后老师会根据这个可能会跟你有些哦 互动上面的问题问答的这种的方式然后你可能就是要跟他再去准备好你这些材料为什么选择的这些的点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你一开始全抛毁他因为其实你好多你的作品集上面的也都有 他老师那边如果有的话他会看 他会挑他感兴趣的点问然后因为我就有学生碰到过 碰到过说那个呃老师就问他就是突然就问他某一个项目里面的呃 某一个技术他就适用了什么你想所以这些东西你还是要准备尤其是跟你专业相关的技术 你都要知道这些专业的词汇你你专业词汇你一定要做到嗯心中有谱 你用哪些技术这些技术的呃英文词是什么这些一定要一定要准备好 因为我当时那个同学就就就愣在那那那个学生就愣在那了就哎不知道怎么回答 其实真不是一个难的东西就是他不他中文知道英文不知道 所以你们这个一定要做做好都知道不能不能漏 虽然回答的时候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但是你在准备的时候一定要很丰富 然后也要明白老师在问你什么 然后他肯定会会问到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地方呃有你的作品集有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不止说嗯你有什么嗯可以进步的啊或者说你哪里地方很难啊 然后你是怎么克服的呀这种的这种问题他其实就是在问嗯嗯你碰了就是我之前咱们作品集的时候 其实他有他在呃外国老师看了很看重的一个点就是你的这个前期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嘛 其实他看到的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他这里问你也是问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想知道你就是你是把他解决了还是你就压根不管他了你就逃避他了 当然有一些的情况是我们是现在现在因为可能条件有限或者技术有限没有达成的所以说你可以跟他进行沟通的这种这个这个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探讨你的项目的这个可失去就是他的未来的发展性 所以说你你同时就这种类型的就比如说你真的有某一个项目可能没有没有做的嗯很完整但他很有意思就是他主题很有意思他在你的研究生领域他还可以继续的这种推荐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类型的项目变成你在未来的就就是领域的这种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然后你的design proposal也可以就是基于在这个项目上面去写 然后可以在这个项目上面去跟老师去去去沟通去聊然后当然嗯他可能就会问你啊你想要学习或者发展什么技能这个是他还挺挺关注的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地方根据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方向发展出来的所以说他你想要学习什么技能啊学习什么手法啊或者说他可能会问你的呃 就是你想要通过我们的课程学习什么呀对吧这些的就是嗯内容啊你一定要具体你千万不要磨了两可就像我刚才举定的例子学上说想学一些new technique就学一些新技术老师都懵逼你学什么新技术你得具体出来呀你到底想学啥对吧 这个东西千万嗯不要说的太呃太模糊就包括你的这种的未来的发展计划你你将要学习哪哪些的东西这个的话都一定要嗯清楚 就是比如说你的design proposal里面真的说了一些你想要研究可能环保的东西或者环保因为环保很大嘛那环保的东西哪一个方向呢因为现在好多设计的院校都是针对真注意关注于环保的对吧那你不能说我就想环保 sustainable没了那那老师肯定好奇啊你想要干什么样的 sustainable呢那比如说你是材料尝试的那你做什么样的材料尝试呢 对吧这个是你要就是尽可能的具体的一个点 然后以及他说你的呃接下来的第三个方向哈就是上面的都是根据你专业的你要根据给根据你的专业的呃的知识能力然后给老师一个答案接下来的话就是会关机关设到你的学校以及专业的这种选择的方向了 然后他这个话就是必备的这些你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了解这些学校吗什么样的特点选择我们对吧 然后你的未来计划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这个必须要这个就是让你去了解你的职业规划和你对你未来职业的这种专业向往对吧 那个老师考官决定你是不是值得决定培养培养你包括你的课程啊研究方向与特点 这个是就是你的design proposal要是要说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对于你的这个院校的专业的这种的调研你们就真的了解吗 好你申请比如说六所院校六所院校你六所院校的官网都看过吗 那有的老师就有同学就觉得那个老师不能帮我们看吗或者总结什么那老师帮你们看那叫那叫你们看吗对吧 你要做到你自己心中有有谱所以就每一所院校 有的同学就说老师看不懂那你看不懂你拿个翻译软件呗对吧 这个都要都要去去看你尤其是对你院校这些申请的 这些甚至于说要做到去了解你的这个院校的现在的比如说cross leader是谁 因为很有可能这个cross leader就是这个课程的这个组长啊 就不叫他就是你的面试官 因为我基本上听了几次都是这个cross leader就是来来面试的 你去了解他的这种的想法对吧 你一定要一定要就是真的去看他的 因为每一学校的官网他基本上他会有那个课程 起码上马丁轮逸啊 起码上轮逸或者是rca后面还有一批rca的同学也可以去去看看 然后就不管他有没有面试你都应该看 因为这个我一直跟所有的学生就是说 好多同学有一个选专就选学校的误区 总就好像非要报个清华北大那种感觉知道吧 然后就不管我也不了解这学校管他什么样的 他就是世界前100世界第一就行了 然后就是是好学校就完了 我就是在里边能混就是能混就是能进去就完了 但是实际上你你得了解这些学校 因为这很多学校的就是他们学院校 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和特色 然后你可以看看人家老师的作品 或者说看看人家毕业学生的作品 在官网里面基本上会有 然后包括他们比如说上一届的毕业展是什么样子的 你在这个过程中去增进或者是可能会你有的同学就是会对这个 学校越来越喜欢有的同学就会不喜欢这种学校了 因为你选择一所学校如果这学校真的不适合你 你要在那边不是本歌生读三到四年 然后研究生可能一年或者是两年我真的很痛苦 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就是了解这方面的课 了解他的 你身体的那些院校 你一定要每一个所院校都做一个调研 拉一个表 然后看一看他这几年就学都要学什么 比如说我之前看那个帕森斯的那个 他们那个两年的课程 课议安排非常的满 然后就看完了以后就哇真的太厉害了 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就就会觉得 哎呀因为帕森斯很牛嘛 但会觉得哇这么满的课业能不能坚持下来 这个东西你要因人而异的去考虑考虑嘛 对吧 有些所以就是说 嗯你看我这写了 你要了解学校了解申请专业的课程结构 对吧 你要了解学校的进行活动 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呃问你啊这些这些类型的问题 或者说呃目前为止哈 我没有听过就是对方问你呃 你的他们院校跟其他学校就是区别在哪儿 但是你如果如果真的老是有问就比如说你为什么选择我们 你可能不选择比为什么不选择别的学校什么的 你千万不要去攻击什么别的学校不好 你要说的是因为我就是我通过了解你们的课程 我对你们的这些课程就是非常的感兴趣 我觉得他很适合我 就这方面的回答 明白吧 然后当然还有啊 比如说关于他可能会问你为什么呃就是去要关于你留学的这个地方你在你有没有做过一些的调研 比如说英国啊美国啊这些的地方然后你如果去过的话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你去过的时候的感受 所以你还想在在呆在那里 当然如果你可能没去过的时候会选择或者和你的你看和你的国家区别的吧 就不是说让你去贬低自己的国家这可没必要 但是就是说你可能你可以说的是嗯 接触到的资源或者接触到的人的这种的方式 就是以这样的选择 或者说通过这些他了解 比如说像像英国如果是伦敦的话 因为他是一个很很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然后他有很多的设计师 就是包括他因为我去过伦敦就是做那个学习交换的时候 就是给我这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包容性特别强 然后因为我这边我是学服装的嘛 就是人们穿什么的话 对于就是别人就是路过的人都不会在意的那种 就是都可以 然后包括对于可能兴趣相啊 甚至等等所有的这种的 就是完全你可以比较开放解放自己的这个一个地方 就很好 当然他也有很多比如时装周啊这些的东西 你去你你不论是你现在是什么专业 你想要上学的那个地方 他的他的这个设计的领域 为什么这么强有没有去了解过 对吧 这就是你平时看的东西有没有够多 然后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就都能够写出来 然后比如说甚至于说你关于行业的调研 因为这个有我有听设计就是听那个interview的时候确实有问过 就比如说你最喜欢的设计师是谁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可能也会跟你进行沟通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你基本上你关注 比如他可能会问你有没有关注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领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 一般来说就是都是硕士的学生问的会比较多 可能本科学生就会问你最喜欢的设计师 你为什么喜欢他 这个一定要一定要讲 或者说可能会问你喜欢的一个什么设计牌子啊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就本科的学生会这样这样 就是老师可能会这样问 然后研究生的话就是会问的比较的具体和细致 对吧 你看他可能这甚至于说你的学习计划已经很多人研究过了 你研究的方向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你跟别人的不同在哪里 这些是你们要准备的 细的 然后比如说设计师艺术家这种的 你喜欢他 然后你欣赏他是哪里 然后你你可能也会说我也想要做这样设计 或者说我跟我比如说我的专业上面的东西 可能有的有的时候就是会主不叫就是灵感啊 要灵感可能是他 或者说嗯我们都想在做类似或者同样的这种事情去去发展 都可以这种的都可以 嗯 好 等一下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大家的这个职业规划 这个的话这个问题其实呃老那个他们面试官一般在问的时候 可能会放在比较前面 就是会问你你接下来十年十年之后你的嗯 理想工作理想是什么呀 甚至于他会问你的野心是什么 就会问你what's your ambition 然后甚至于会问你就是如果你从我们专业毕业以后 你五年以后你在干什么 他会想要知道你你你将来想要做什么 对吧 你看what kind of people you want to design into into the future 就是你这一你这类问题 你一定要就是答的具体且全面 然后不能是空话 然后以及这类问题 因为我碰到过嗯 可能比较商科的同学 或者是说不要就是你们产品 或者产品设计的同学 他会问的非常的细的 就是他要你要做的你要知道你的客户群体啊 你的设计发展是什么 你问是这种设计的也是一个群 就是谁会用你的东西怎么样的这些的 你这个一定要讲的很细致 千万不要就是说嗯 言爱的就是不要是那么那么 呃模灵两可的在去讲这些的东西吧 然后我还有那个怎么讲 我还有因为我之前就是听面试的时候就有学生 因为碰到可能也是刚好没有准备这个问题 就嗯哎就很紧张他 所以你们你们想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嗯怎么说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连环的一个问题 你看自我介绍啊啊你的未来工作啊 你对于这个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为什么选择我们学校啊 其实然后可能会跟你跟你探讨一下你的 嗯比如说你的未来的学习计划呀 然后一般你可能学习计划 可能就有跟你的项目进行的现在的一个联系对吧 然后一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让你去呃问呃学校的一个问题这种的 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问那些呃浪费时间的那种的问题 就是你们最好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让你们去了解这个学校 就是可能比如说可以问他专业课程上面相关的一些的问题 或者问一些嗯总而言之就尽可能的问跟学校相关的 就还挺好的或者说你要非要问一个稍微大点的 跟你行业领域相就是跟你专业领域相关的也可以 但是如果问跟专业领域相关的话 你就一定要嗯怎么讲 一定要给他一个回馈的那种感觉 就不用你说很多 比如你可以选择赞同他的观点或者什么的 嗯一定要多听老师说话 这个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嗯最后就是关于你就他肯定会问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for me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跟大家提一下这个 因为之前有同学哎呀面试的时候准备那个问题啊 真的是嗯我就觉得就很没有必要 他问学校有没有24小时的图书馆 就是24 hour lab 就就一般来说的话很少有院校会设立了 当然所以所以所以就是这种就属于浪费掉的一个问题 千万不要问什么你们有食堂吗 食堂吃什么这种问题就就就太浪费问题了 嗯嗯就就不太合理 咱们就安排一些合理的这种的问题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哎就是要给大家讲一些tips 其实就是刚才上面我讲那些东西的一个小总结 因为怎么说呢咱们就这个tips就是一些可能小技巧吧 也不要小技巧或者说掩盖你的内心的一个呃 因为都很紧张嘛 就比如说首先你要自信 自信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你要相信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亮的仔 你做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 嗯当然这个自信就是呃 不是说为了让你去反驳那个考官了 但是你要表现出来你自信 你很喜欢 因为如果一旦你就是可能电话的话 声音稍微还好那么一点点 但如果是scap肯定表现得很不确定 可能很因为外国就是设计师嘛 他们就是就是这样就很喜欢 嗯他们也不叫嗯 就是攻击你或者什么的 他就是就就他就感觉啊 你对你自己的东西都不了解 要不然就他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带做的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会问 嗯尤其是可能会问一些转专业的同学 如果你东西做的真的很好 但是你的英语就是又跟不上的话 他他会问的很直白 就是或者问你有没有什么portfolio school啊什么的 你可就是那种作品集 其实虽然咱们是作品集机构啊 但是咱们也没有牵扯到那种带做的那种关系 他可能会问你这种的 你们一定要就是说说没有 嗯所以就是所以说这个环节你们的自信很重要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拿出去你很相信他 不管你就是英语的水平可能相对来说的 嗯相对来说的差一点 但是你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 他这个自信这两个自信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你做的 因为这东西确实你心心肤肤的做的 然后做完了到最后就是教了 对吧 教了以后 如果你再不相信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你要你要了解 当然这个自信可能也根据跟下一个 就是他有相关联 就是多练习 这个你练多了 这是拱瓜烂熟了 你可能也就相对来说自信很多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和我之前还有说那个 就是让学生去找外国人 就是完全不懂设计的人 去去沟通去聊天 然后去去闹 然后去把他你们的作品介绍给他 如果这个外国人他能听懂的话 基本上考官他也能听懂 这个就很重要 或者你们可以找同学啊 就是说就是就是让他从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角度来问你 因为这个面试大多是经过下 考的就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这个能力 然后你练习多了 然后就是嗯 你其实是你听懂问题的能力 因为咱们就有的时候就听不懂 可能就是会造成的就是 有的时候没听懂对方老师问什么 然后所以你就 就就给 就就突然开始就就是停了 然后就是突然就 哎呀不知道怎么答了 这种的情况的话 你就跟老师就是沟通一下 对吧 我说的这个多练习就是 不要你死记应背 咱们要学会活学活用 就怎样灵活的运用这些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你要尊重老师认真听 听的这个很重要 因为哎呀我之前碰到 还有学生也特别可乐 就是他问了最后问了完老师的问题 他连老师答案他也不听 他就哗就开始念上那个背稿 然后就是就说什么 这个就开始讲 就是他觉得学校很重要啊什么什么 倒了完了那边的考官特别生气 就觉得你怎么 你连我的话 就是你都不听我说什么 因为他问了老师一个问题 然后那老师再很认真地回答 结果学生 就是他一点也没听老师说啥 因为他可能也确实听不懂 所以我就是 所以我说你就刚刚说 你一定要去表达一个尊重 因为对方说什么你要听 然后如果咱真的听不懂 就跟他说 就说sorry I didn't get it what you mean 或者说 或者你要应该说 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 Could you speak slowly 或者你要说慢一点 或者就是这种的 要不 要不 千万不要就是 哎 就是我 就别别爬登 就一直爬登也不行 就是一直爬登 就是因为这个说话 不太就不太礼貌 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学习一些礼貌用语 因为咱们中文的话 其实大家都好像挺好的 就是面试您啊 这种的这种的 然后他们那个 英文其实他们也有 就是礼貌的一些的用语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Would you speak slowly 就是这种的词汇啊 或者是说 就是显得你 你你你很 就那不知道 怎么怎么讲 就是 就是尊重他吧 说说话什么 要不说thank you啊 什么的 然后 不过像我 反正中国人出国出国以后 老有一个口头禅挂在 挂在嘴边 就是sorry 天天就跟别人sorry sorry 这种的 也挺好的 那个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 听不懂的时候啊 咱们不要做过长的停顿 你要保持这个交流感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碰到过学生 有几个学生 就是那种 哎呀 答不上来了 真的是 就就愣在那 就是视频的话 就是像那种 信号不好 静静止在那里一样 然后那边老师 就直接就问了 就是 are you using google translate 你是不是在用 谷歌翻译这种的 或者说 就他会问你 are you still there 他很直接的 就会问你的 你不要 就你真的答不出来 你就可以说 please let me think about it 或者说什么 你们去想一下词 就是千万不要 或者说你们要想一下 如果碰到这种的 不太擅长的这种的问题 可怎么样把它周转到 就是那种关键关联词 怎么样把它联系到 跟你们相关 就是你擅长的部分 去做联系 这个还挺重要的 就是要学会 要 因为其实他那个问题 基本上90%的情况下 都是在 其实如果你都准备好了 他你的 就是他那个问题 就算你没听过 没听懂 其实他可能问的 也是你纸上的 只是他的问题 换了一个问题形式而已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的事 你要学会怎么用一些转换的词 就是怎么样去联系的那种的词 对吧 就比如说前面那个 最开始那个自我介绍的那个 他都未来计划 然后那你就可能把 design proposal也套出来了 对吧 就是你比如说 他问你未来五年以后 想做什么 那我是想做设计师 或者不是 就是想可能 自己做个人设计师啊 什么的 或者跟朋友创业啊 什么的 他可能接着就会问你 跟什么样的朋友创业 或者你要打算 开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所以如果你准备的时候 有没有够细 然后他可能会问你 那你的专业以后 想学什么呀 这种的 那你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准备下来的 你要明白 这些的东西 怎么去准备 对吧 然后基本上 我再想想给大家 有没有什么 tips 比较重要的 其实就是这 这个四个 因为也是我 听过几场 我听过几场面试以后 听下来的这个 感受吧 应该叫 还有一点 就是不要紧张的说中文 就是咱们中文有口多禅 那个 那个 就是也不太好 就是这种 就像我刚才 我刚才那样的就不好 就不行 就 就是 因为我昨天刚 我 我 模拟面试了一个英文 很好的同学 然后他 但是问到他 有点紧张的问题 就是不太 准备不太多的同学 地方的时候 他也就是紧张的开始 说说 有点说中文的这种感觉 这个尽量的不要用 啊 然后你要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刚才说那个自信 就是你跟他 聊 因为有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也见过有的人 幽女不好 但是他就能跟外国人 特别自然的就是 生 就是进行沟通下去 这个是要掌握的一个 当然不是说为了 就是随便 什么都跟他说的那种 但是是针对你的项目 你要表 你要表达出来的 他就会 他就会喜欢你 然后你一定要在整个 这个作品集的时候 就是面试的时候 展示你的长处 就扬长必短吧 当然他可能会问你 你有什么 呃 什么短处 哦 对 我突然想起来了 有一点 我刚才应该是忘说了 就是这个 呃 诶 等一下 这什么没有吧 这样啊 这里边没有 没有 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 呃 或者说他问你 就是这个问题 比如说YRC 就是为什么你选择 这所这所院校的地方 还有一个要深入的 就是呃 他想知道你的 就是比如说 他其实你比如说 你在这里要回 同时要应该要设计的问题 就是你 你知道这所院校 所以你 这所院校 你要表达是 这所院校要带给你的 什么东西嘛 但是同时 其实你也可以跟学校 就是有反过来的方向去讲 就是你能给这所学校 带来什么 就是其实也是在讲你的长处 就是为什么呃 别人 就是让这个老师知道 为什么他选择你 而不选择其他的同学 你的就是 比其他同学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他这个问题 就是一语双关吧 那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 哦 为什么你 就是选择我们学校 然后你可能会回答说 因为你们学校怎么呃 呃 比如说课程安排啊 哪些课程是我想要呃 想要深入了解 或者是我的我的设计方向 跟你们的学校的设计概念 很相符啊 然后这个时候 你同时还要跟他讲 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有什么特长 或者你自己的这些的专业的领域 比别人的 就是不用去跟别人比较 就是更加的优势在哪里 然后你可能几年以后会给这个学校打了什么 这个是也是一个重要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让老师知道 哦 选择你的话 哎 也许比起比其他的同学更好 这样的形式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伏笔 埋到你的作品集里边也可以 就他这些的东西都是 你怎么样来灵活应用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嗯 我们最后 也不叫最后吧 就是今天 结束以后 其实我上次 上次也讲过一次这样的课 然后是 当然那次是更针对于时尚学部的 嗯 你们也 今天结束以后 应该要去准备一个这样的文档 然后针对于每一个问题就做一个回答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是重复的问题 重复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 呃 一些内容上面的都是重复的 你们就可以根据这几个问题准备一个答案 然后去想一下我跟他说的那个点 就是关于 呃 从呃 一些转换词吧 就是又那种 比如说什么 well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什么什么的 就是 你总得给他扯回来 你你你你 你想 你要你要让老师 就是如果你厉害的话 你要让老师跟着你的节奏走 嗯 然后 如果真的说碰到 所以说你就准备 因为这个同学准备了 这是12页的稿 在四个项目 12页的稿 就是比较基础的 然后把你觉得 哎 重要的地方都会画上线 然后照顾这个的话 我上回好像在 这个群里 哎 我到时候再找一下吧 反正这个是 呃 这个不用看清 这个是这个同学准备的答案 你们就 我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个 这个答案的量得有多大 然后回头反正这个的话 是有一个握着文档的 然后我找出来 发在群里 然后你们自己就是 其实他那个问题也就是 咱们这些 这些的问题 咱们也就是这些 Please introduce 就是这种的 就是 这些的问题 然后你们会根据 这些的问题去选择怎么答 有的东西如果没有就不答 如果就基本上 有的话 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答一下 然后你们可以再问问 那个 就是面试辅导的老师 因为可能会针对于你们自己的 专业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 会会怎么说 你需要去检查的 然后以及你们要跟面试辅导老师 就是具体你们自己专业的面试辅导老师 再去沟通一下 就是这个关于答题上面的一些 侧重点应该在哪里 因为像我刚才 据我了解的平面的同学们 很多的都是那个前期的那个点 会很有意思 那你们可能要讲的就是那些的点 就据我了解 就像平面同学 那你们前期会做research 到最后好像找到一个点以后 就针对那个点做东西 所以你们这个这些的内容 还要具体细化的内容 还要跟具体的 你们专业的面试辅导老师 进行一个沟通 但是比如说像自我介绍啊 像大概的类型的 这个专业技能方向的东西 你能够提前准备的 你就要提前准备 对吧 比如说你作品的哪一部分最难的 这个怎么是怎么克服的 这些的话 所有的设计专业都是一样的 然后以及你学校的这个专业选择方向 然后它会有一个大概 这是一个服装的学生扎的 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量 你要去背 所以就是 哦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英语不好 然后如果 那这个一定要记啊 这个千万 不要给我犯傻啊 因为去年就有学生 因为这个犯傻被拒了 呃 老师问你就是 Have you passed your English test 你过了是最好 就是你问你有没有考 有没有考试啊 或者是你的 呃 雅思 吃多少分啊 你过了 那时候简直就是perfect的 恭喜你 如果你没有考试 就是你还没有考 或者说你考试还没过 你千万千万不要跟老师说 啊 我没考啊 我还没过 你一定要就是那个侧重点 不是在你考没考试 你懂吧 你要讲的是 你侧重点是讲 讲的是啊 你的 你会把你的英语成绩 就是考过 在上他这个专业之前 懂我 懂我意思吗 就是在他这个专业 专业 就是一定要说 啊 我的 就是你要表现 你你学英语的那份决心 给对方看 这是你一定要表现的 你千万不要 就傻傻的啊 我还没考试呢 啊 我的那个分还不够 那种呢 不行 你不能那么说 你那么说 那你就死了 你一定要说 那就是表现的是那份决心 就是你学英语的那份动力 然后你的英语 如果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特别的好的话 你可以就是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跟老师 啊 去诚恳的说 就是 呃 说你的英语 没有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 但是就是 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这个也不是重点 重点也是后边那一句 就是表达 你会努力把英语学好 然后你的 你会 嗯 就是你会 就是过他们这个雅思分 或者是语言分的 这个决心 因为 他要看到的是你的决心 而不是你英语不好 如果你 他还看到你英语不好 他可能想 哦 那你英语都不好 那肯定没法跟我们上课了 这个 这个是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点 嗯 当然如果你英语很好 那简直 blah bo啊 那简直太好了 嗯 如果 就是说 反正咱们现在已经12月1号了嘛 嗯 你们作品机如果有做完同学 现在就是准备英语的 嗯 就赶紧去准备英语吧 嗯 因为也有学生最后 嗯 就是他拿了offer 但是拿了offer以后 英语没考下来 然后就没去上学了 还有一点 你们要注意的是 你们每所学校的这个语言班的 呃 就是 因为 我知道 轮逸的语言班是很难报的 一瞬间就爆满了 但是呃 轮逸的那个 就是他也认 比如说金斯顿的语言班 或者认别人的学校语言班 那可能还稍微的好一点 但是你这个得 就是让你的 跟你的文案老师 你就是 你们也别甩手掌柜一样的啊 反正有文案老师帮我盯着 但是一个文案老师 他有好多好多的学生 反正你们自己的事情 一定要自己上心一些 因为我去年 有学生就是 那个 语言班爆满了 但他也算幸运的 他最后就是分考出来了 但你要不幸运呢 不就是拿了offer上不了吗 又重来一年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一定 一定要 大家多上心的一些地方 嗯 就是关于语言这方面的 这些东西 然后咱们 今天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咱们有啥 有啥面色上的问题不 可以提问了 还有什么觉得我没讲到的吗 但主要是 关于你们这个 呃 每个学习 就是 每个专 设计专业吧 这个不同的领域的 一些细体化 细致化的问题 可能还是希望你们去问一下 自己的专业的老师 这样会好一点 或者说你们 你们可以 就是今天 就是像这个文档 写完了以后 可以给你们专业老师 先看一眼 给你们的那个 就比如说 主代老师去看一眼 然后让他帮你看一眼 这个就是我学生当时发给我的 让我帮他看一眼的 然后我再跟他去提的 对吧 如果像时间做的 怎么短 需要 对对对 你需要说稍微长一点 你需要说长 就到你倒是不会跟他讲 说是你具体花了多长时间 去做这个东西 应该 还是说你 可能你们 意大利的学校 基本上有需要面试 我刚刚有学生面试完 意大利的学校 要需要面试 你们也需要准备 然后但是他可以选择英语 就是说如果你的项目 真的时间 比如说可能有一个月 做出来的这种的 但你可以把它说成 你是你学校的项目 你别说成 就是千万别说成 是什么在机构里边 做的这种的 你就是说你学校里边的 可能一个学期 或者是这种 因为外国的话 一个学期有三个月呢 还有问题吗 提交过后 大概多久能收到面试通知 这个真的说不好 但是普遍来说的话 提交过后 可能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 都能收到面试通知 但是我就是像我学生快的话 我学生提交了以后 可能一个星期以内 这个offer就拿了 然后面试过后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可能关心就是 面试过后 我多久才能收到offer 这个其实也说不好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聊嗨了 那个老师就给你口头offer 口头offer就是说 还没给你下正式offer 就是你回去等正式offer 然后要不然的话 就有的需要很快 比如说像以前 黄毅就很快 上午面试下午拿offer 然后像我意大利那个学生 他也很快 上午面试下午拿offer 但是他也有慢的 有那种等可能 两个星期以上 甚至于等一个月 到最后都没有了 那种 你身体的多个学校 需要注意避开吗 我就是说 你是说怕同一时间 会有很多个offer 是吧 不是 很多个就是 比如说他可能 大概同几周之内 就是你那几周都有面试 一般来说的话 不太会 就是因为 怎么说 那个学校的 其实这个事也 赖学校 那些学校安排的话 对 先让我回答后边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一月初申请 会不会过年期间让我面试 会 会 我有去年好几个学生 都是过年面试的 就是因为去年的过年 是二月份 他们是一月 也是一月中地 然后二月份面试的 你一月初地 肯定会面 当面面试 如果能的话 是会更好的 因为你如果 就是能够进行一个 直接的沟通 然后你的 因为我们往生的话 都是教电子版 电子版的话 就是 很多东西都是不立体的 然后如果当面面试的话 我们 因为我以前 我在国外嘛 国外我们都是当面去面试 就拿你自己的东西过去 然后就是 那个看的话 都会很具体 这个当然 这也分专业啊 因为有 比如说要平面这种专业 那人家就只能用那个什么呀 呃 面试 有可能是多个老师 因为我听过最多的面试老师 是有六个 就是 呃 那个什么的 然后就是 对面做六个老师 一般来说的话是两个老师 就是 也有一个老师 就是一到多个都有可能 呃 那不用 那比如申请英国 你最喜欢设计师 不用 不一定选英国的 你你选 你你喜欢的 但是你 就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一个个人喜好问题吗 呃 等一下 我刚才有一个问题 没没回答上 申请 哦 我要说的就是 这个提交多久 甚至多久需要注意离开吗 我要讲一点 就是那个什么 呃 有的时候学校很讨厌 他给你下了时间以后 然后你比如说那天晚上 你在那准备好了 然后学校告诉你 我们没准备好 我们要delay 就是说 你要还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 你不能错过他的面试时间 但是他可以错过你的时间 这个就很 很烦 因为我之前有学生错过了 Parsons的面试 然后就错过了 就是学校就错过了 但是我之前有学生被轮 轮 轮 放了三次格子 这也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会 哎 他们会给 给时间 所以你们不要 那个 就是一 可能也是会错过的 就就很讨厌 会有 会有时差问题 但是面试的话 一般来说 他会安排在中国时间的下午六点 就是英国的早晨 中国的下午 很少 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听到过 我们深夜面试的 就一般来说的话 英国的话 都是我们中国时间 下午六点开始 六点七点八点这样子 七点 他们那边早上是 九点十点十一点 就是大概这种 然后后 对 一般的是 七点都是最普遍的 一周发面试的是 我那个是 百姆利达的 意大利的学校了 但这个的话 就很多 有的院校 就是他 快 就发的快 发的快 那有的院校 他 哎 你们理解一下外国人吧 他们是一个连 就是快递都要发 发一个星期以上的 那种地方 就没有办法那么快了 像学校提问 那方向的 呃 呃 像学校提问 那个方向问题 我刚刚其实讲了 就是说你要最好 要么就问课程相关的 要么就问专业相关的 我比较建议就是问 跟课程相关的东西 就比如说 呃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合作啊 你可能会问你们 哎 你们今天打算跟什么 怎么合作啊 或者说呃 时尚类型的 一般我们就会问 比如说怎么样才能上他们的秀场啊 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他们更看重于学生的什么呀 嗯 呃 所以我就是建议你在测试 你先找一个 你一定要找一个网络好的地方 千万不要因为网络问题 真的 真是出现问题 对吧 你一定要测试测测网 我我们之前有几个学生都是来汉译面试的 说汉译可能网稍微好一点 但是但是也不全然吧 有的时候汉译的网也不是特别好 反正你一定要找一个网络好一点的地方 然后先做好测试 先试啊 试好跟别的同学都试好了 因为那个Scap有就是手机上面能下Scap 然后电脑上面也可以下Scap 然后你一定要两个就是都试一下 你自己选一个哪个更合适你呗 然后Scap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我他们不是就是会准备纸条啊什么的 他们因为你你不能就是让让对方看到你 因为Scap视频嘛 不让对方看到你在读稿或者是干嘛的 他们有的同学就是会把那个就是文档就是Scap 因为它是电脑上面一半一半的就是 另外一半可能就是一些文稿 或者说贴在那个电脑的正后方正后上方 就是让对方看到了以后就不会觉得你是在看 看东西就是提示词的这种的 Scap没有墙 应该是没有墙 微信中是没有墙的 然后电话的话就是真的是打国际长途的那种 电话面试我也听了 电话就是如果他到了点 他没给你打过来 你可以先给他打回去 这个给他拨回去 然后对方会有个钱财的 不叫钱财 就是小姐姐会跟你说啊 那个老师可能还在面试啊或者什么的 放假期间肯定不会有面试 他们马上就要放假了 他们基本上他们应该是放到 就是刚好中国春节那会儿 我估计他们下面试 放假期间肯定没有 他们圣诞节一般是三个星期假期 应该是现在就接着要放 应该 应该可能再不再假期了 现在他们是25号嘛 就像中国过春节一样 放假期间肯定是不会有面试的 也就是说最近你们递交的话 应该是不太会有面试 然后他们就会 但是咱们正好今年春节是1月25号嘛 那我估计那会儿应该会有一大批的面试 哎好惨 你们在敢带Line 假期你们在敢带Line 是吗 还有问题吗 各位大佬们 是的 是的 你们在敢带Line 没有假期 春节你们也对 没有假期不论是圣诞还是春节都没有 黄毅是这样的 黄毅啊 我们按照今年的分析 包括他官网上写的那个 他今年可能会没有面试 因为他官网上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他说了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就是除非在必要情况下 他们今年才会有面试 就是说你可能递交的东西 有东西他对你很感兴趣 但你交的比如说那个Journal 有一些东西没讲清楚 他们可能才会有面试 黄毅今年很有可能直接下offer 因为他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调整 就是让每个学生都做了一个Journal 那个Journal就是相当于那个面试了 因为你们会要根据每个专业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同学是哪一个 就是设计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 比如说时尚啊 平面还是什么的 就是你不知道你申请的是哪一个 因为每一个的Journal 他都有一个 就是黄毅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哦对珠宝的 那你珠宝的不是你要针对 他那个珠宝不是都会有一个问题吗 就是你那个Journal 你交那个两分钟的视频 你不是那个老师应该都给你发了 比如针对于珠宝方向啊 你要回答这些方面的问题 你回答了 对吧 然后你去根据那个 你去录的视频 对吧 录完了以后 他基本上老师就是看那个 除非你的呃 那个视频讲的完全不清楚 或者是说 呃 除非你的作品里面有些东西 他他除非就是 他们说了面试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对你人很感兴趣 但是你可能他有些东西 他想知道的更多 所以他会给你面试 今天因为黄毅是 黄毅就稍微今天开始特出了 估计是因为递交的人太多 但是你们这样竞争压力也大 对 反正你一月份已经递了 你就是个非常好的同学 这个像文化冲刺同学 非常的棒 你看 凡是第一轮已经递交了 就是优秀 在我心里都满分啊 给他鼓掌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 跨专业已经工作了 怎么改 怎么说项目 该怎么说项目做的时候 怎么做 该怎么说项目啥时候 做的怎么做的 哦 明白明白 你可以说是 跨专业已经工作了 那你就是说可能是你在 怎么讲 可能叫课余时间吗 那叫什么 具体看你是做了什么 以及你现在做的东西 可能跟你的 比如说现在工作的内容 相不相关 如果相关 那是最好的 就是如果你展示了这些的 呃 跨专专业的东西 就是你你身 你你如果不相关的话 你要你要考虑 呃就比如说是时间上面怎么怎么来做的 或者有的时候啊是 呃比如说呃 你说你可能说你自学 或者你得上 你得说你上了一些呃培训的课啊 或者是什么的 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个人的优势 或者学校带人 主要是资源 为你的长项啊 你特长啊 你的长处啊 就是把你的 嗯 你跟你 你跟其他的人的不一样 或者说你比如说呃 那怎么讲这你的品质 也可以 就是 你比如说 甚至于说你们 因为你的这个 这个也取决于你这个 比如说你想要在学 这个学校研究的这个 呃研究生的阶段 研究的这个领域 像像呃有关 比如说一个sustainable 就是环保材料的方向的 那也许你的研究这个材料 真的以后就是给这个学校 或者说给这个行业 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呃 行业前景 那也是可以的 跨专业已经在工作了 所以他如果你跨专业已经在工作 他肯定会问的 问你呃 你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为什么你还要换 所以这是你要想好的 还有问题吗 各位领导们 领导们 领导们 我们还有问题吗 是不是没有问题了 那我要祝福大家都拿到 呃 有的学校有 呃 基本上不管你录取还是不录取 都有 比如说黄义就会有 去年黄义有 然后那个今年呃 这基本上学校都会有 对对对对 基本上会有 然后就会告诉你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然后你如果假设你是失败了 呃呸呸呸 反正就要假设你 嗯 你也可以去问一下 为什么 你可以去问为什么 他因为 有会那个 告诉你的 是因为你作品级 还是 还是因为你 比如说成绩 还是因为你的专业不对口 还是因为什么 他会给你一个正当的理由 圣诞节前面试 圣诞节 哎 这个还真的好难说呀 我不太确定 难道节前 他们可能 这 反正就是相对来说 早一点面试的话 可能 是先发offer 还是先发巨信 呃 对 早面试 我是我个人觉得是早面试比较好 就是早面试提交好 因为说那个点就是呃 他看的人还不够多嘛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种呃 就是那种节目 就是比如说选歌选秀的那种节目 就是前面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导师就有点像 你想象一下导师 他就哐哐哐去按那个按钮 他觉得这个要 那个要 越到后面 他就越 他就会越犹豫 越到后面他就觉得嗯 这个是不是还那个什么一点 那我要不要看看下一个 你们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这个感觉 就因为英国就是英国元校 或者说基本上所有的元校吧 他都是先找先得 因为他一个研究生的一个班 就比如说黄毅 可能整个的嗯 面料的那个部门 他就招八十个人 然后他下面有五个分部嘛 每个班可能就二十个人 然后就听起来还挺多二十个人 但是一会儿你再想 每年申请的学生都有好几百 好几就是好几千万人的这种的感觉 肯定是你越早去递 就是你的优势就会稍微的大一点 因为他到后面他会 呃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比如说一个学生 他可能拿了六个offer 他他最后只去一个 其他学校的那些offer他都没有 那就是那些学校就又会有空位了嘛 所以比如说就比如说去年那个金斯顿 就是他是一上来先聚了很多人 然后后来发现哎 没人去上他学校 他又发开始补发offer 这种奇葩的情况也是会有的 先发offer先发巨信 这个还真不好说 就是 我反正因为同一期的那个时候 offer好像巨信好像是一块来的 就是比如说两个学生 有的学生是有offer 有的学生是有巨信 就同一所学校 差不多 先后吧 12月莫地交申请算晚吗 嗯 不算了 不算特别晚 但是12月莫的话 我估计那英国那边他应该会 那个什么 他他他应他应该那会还没上班 上班以后看吧 他同一批子先帝交信 他们总有一个文件上传顺序嘛 你肯定是他得按照那个顺序看嘛 对吧 对吧 然后 呃 就是 其实这个第一批提交录取啊 我跟你讲 现在为止 就是因果的 有明确的时间分次的 只有RCA 其他所有的院校 没有所谓的一批 二批三批 他都是rolling 就是先到先得 你就争取能做 当然啊 这个要保质保量啊 你不能说我为了赶那个时间 然后我作品机做稀烂 然后我就交了 那没用 你得在保质保量的同时提早提前递交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 哎呀 我我做的东西 我觉得不太完善 然后也没有必要说匆匆忙忙的去递 你得还是得过审 过审核 就是你跟你的主代主代老师 首先主代老师得觉得 哎 你这东西可以递了 要不然你不能就是说 自己东西明明没做的咋样 就非要就就 非要跟就赶那个时间 那你可能最后也没递上了 就是也那个啥嘛 对吧 所以啊 咱们保质保量第一 然后保质保量的起 同时情况下 能够提早的去递交 你的东西是要好的 然后去递交 然后让考官看到你 这样的情况下 你拿到的offer的概率 肯定会比较大的 哎 有哎 这个话还真的会有 一般offer的话 考虑时间我见过的 最长的 好像有一个月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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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就得看你了 是会有的 是会有 这个还真的是会有 然后他你就是交定金 交钱嘛 然后你 就就看你到时候 你自己怎么衡量了 有的学生就是 交了那边的定金 先把那个学校稳住了 就是稳住以后再看 那也这样 是不是有点坏 骑鱼招马的感觉 反正就是 我也 我是有喜欢这样的 就是 比如他拿了萨凡娜的 然后他交了定金 然后后来 轮时给他那个 面试后来过了以后 然后他又就是选了轮时 然后当然萨凡娜的定金 就打水漂了 会有 我之前还有那种 拿了南安的offer 后来去面试黄义 然后那个黄义的那个offer 但最好 最后好在是出了offer 这东西就哎 也挺那什么的 就是希望 所以说你早一点递交 你就可能出现 这种概率的情况下 我小一点吧 早一点递交 他们都在都在一块 就是好一点 差不多也算是个玄学 你稍微早一点的话 他们可能比如说 面试的时间 都会给你们往提前一点 然后抽offer的这个 就是不太会 不会让你碰到错开的那种感觉 当然这个要看 这次学校的办事效率 英国人的办事效率 哎 你们出国上学就懂了 真的是一眼难尽的 嗯 总而言之 我就祝福大家都拿到 那个好学校了 好不好 然后我这边就关了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了 好吗 好吗 我现在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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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就踩到 一边就去 我现在还好 你搞一边就去 我现在还好 不会有点 好吗 你 不一边就去 我现在还好